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咕咕喵 那本次要介紹的開箱物品呢 就是在各位眼前的這款由海盜傳說出品的K70機械式鍵盤 那這款機械式鍵盤在之前的文章 相信大家都有個初步的了解了 那如果對靜態照片或是文字敘述內容 依然是不太能夠理解或是清楚它的功能及它的特色的話呢 我們這裡會用視頻的方式為大家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先辛苦了我們高貴的雷米大小姐 為我們做了這麼多有趣的介紹 那我們現在就先稍微請她休息一下吧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從這款鍵盤的手托開始介紹 好,這款鍵盤呢它非常的細心 為使用者附屬了一個可拆式的手托 那這款手托它表面的材質呢 目前還比較像是類伏器的材質 那在止滑度及它的手感方面的都是非常不錯的 那可以看到它的底部喔 它是採用這個磨砂式的塑料設計喔 但是它不像一般薄膜鍵盤那種薄型塑料 它其實是比較堅固厚實的喔 所以大家其實不用怕說長時間對它的使用造成影響 它其實是很耐用的 那可以看到呢這邊 手托底部有兩個卡扣 那這卡扣呢 主要是用來連接鍵盤用的喔 他們可以組合在一起 那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可以看到呢這個手托前方呢有三塊 直滑墊 有三塊直滑墊喔 那它就算是跟鍵盤組合在一起 桌面上使用的話呢也不太容易飄移 它不像是一般的手托哈 沒有止滑墊 那在結合鍵盤之後呢依然會左右滑動啊 造成使用者的不便 它其實是個不錯設計啊 好那這樣完手托之後呢我們就來介紹鍵盤本體吧 嗯 它可以看到呢鍵盤本身呢 它是採用108件全尺寸的鍵位設計啊 所以其實跟一般市面上全尺寸的鍵盤來說呢 相信這個使用者應該是會蠻容易適應的 然後可以看到呢雖然說是全尺寸的鍵盤 但它在左右兩邊有做一個五邊框設計 所以雖然說是這個這麼大size的鍵盤 它看起來還是非常的輕薄 那還有個原因呢是因為看到 它側面啊 它採用了一個金屬 金屬鋁板的設計啊 那它的表面是用法式紋處理 所以在光線的照樣下呢 其實它的光彩是十分的炫目的 那它採用了精緻的切割工藝呢 雖然看起來鋒利的邊緣 其實摸起來它並不會刮手 那其實它這個海盜船真的是蠻用心的啊 在這個切割上面呢做不上手的設計啊 非常讓人感到欣慰 這邊呢 在靠近前端有一個 那個凹槽式的設計啊 推進式的設計 那主要是為了等一下跟 手脫結合使用 所做這個安定性的處理啊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款機械式鍵盤呢 它有比一般其他機械式鍵盤的一個設計 所以就是 可以看到 在鍵帽跟鍵盤表面中間有個鏤空的部分 那這個懸浮式的設計呢 再等一下我們 接通鍵盤電源之後 打出來的LOD光 從縫隙中透出來這種感覺呢 雖然說是比較低調啊 但是它十分的神 有一種神秘感的旋律啊 那這款機械式鍵盤 它有分青軸跟紅軸兩個軸款 那紅軸的話呢 可能在之前的文章裡面 大家是看文字敘述啊 那我這邊再講一次就是說 紅軸按前呢 它是比較Q軟 那在低忍車設計遊戲 據說 據一些玩家說 手感上是比較舒服的 然後呢 它的按壓聲音比較好 所以比較容易被玩家接受 那這個 這次我們介紹的是輕軸版本 輕軸就是按壓啊 它的聲音會比較大 但是它的回饋感會比較強 所以說 對於這種反應速度 或是打字的這種節奏感的玩家來說呢 其它是比較 讓人比較討喜的設計啊 但是也是這個缺點的聲音太大了 萬一在家裡面打遊戲打得太激烈了 那家人可能會被煩的受不了啊 再給你抗議啊 之前就有發生這種事情啊 不管它 反正玩遊戲我最大 好 那這款鍵盤呢 我們可以再看到呢 它的空白鍵啊 它是有一個格紋的設計啊 那格紋設計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它是比較止滑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功用呢 就是說 它比較不容易起油光 那我們的手呢 其實 在日常生活中有碰到很多物體啊 吃飯啊什麼的 還有人在螢幕前面的邊吃邊喝的啊 阿宅 我也是一個 那這種手一定會油油膩膩的 那碰到這個空白鍵久了之後呢 它一定會變得很油膩很光滑 看起來一定不好看 那這設計呢 能夠多少減緩這個問題 啊 雖然說 其他鍵群沒有啦 這個 有 有 有 全部都是這樣格紋設計的話 那當然是更好啦 爽度會更高 好 他們可以看到呢 它的這個USB線喔 它其實非常粗壯的啊 因為它有兩個線 一個是專門給鍵盤供電的 然後一個呢 是專門給這個 旁邊附了一個USB接口 啊 不會說跟你搶了一個USB接口呢 你就沒得用了 啊 你可以透過這個鍵盤延伸的USB接口 記得電競滑鼠啊 或是其他的USB周邊 所以這個是還蠻不錯的設計 好 不會把你搶走一個USB接口 然後在這種粗壯的編織線的使用上面來說 它也是比較讓人放心的喔 能量度比較高 比較不容易因鍵盤移動 然後斷裂喔 但是還是大家愛惜一下自己 呃 貴貴的鍵盤吧 那這個鍵盤它還有一個特色呢 就是說 雖然說它是很簡單的設計啊 它沒有像一般電競式鍵盤 有很多的自定義熱鍵區聚集鍵啊什麼的 但它依然有給我們一般日常生活的使用者 帶來一個便利的設計 就是它有多媒體快捷鍵 像這邊呢 它有這個 可以播放啊 播放按鍵啊 快進啊 暫停啊什麼 你都可以在這個鍵盤上進行操作 不用在滑鼠慢慢在螢幕上亂點 那這邊還有一個可波動的調音量的 是個旋鈕設計喔 旋鈕上面有帶這個格紋設計啊 有一定的摩擦度 那經過上下調節音量大小也是比較方便的啊 尤其它設計在右手這邊 只要我們右手 像我們在用滑鼠 一下子你要調整音量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在鍵盤上面調的再做 再拿到滑鼠上面去 很方便 那這邊還有一個 可以切換成靜音的快捷鍵啊 相信很多朋友都在深夜的時候呢 玩一些很神秘的game啊 那這個聲音一下子可能會不太好聽 突然加上起來的話呢 我們就趕快切靜音啊 這樣就不會被抓爆了 OK好孩子不要學啊 好那我們再看到這上面呢 有三個小圓形的按鍵啊 左邊的第一顆呢 它是這個自定義背光區的按鍵啊 等下我們通電之後 我再跟大家講解這個功能 然後中間這一顆呢 是LED背光燈的這個亮度調節快捷鍵 那這個是鎖運鍵呢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鍵盤上面都有一個 運鍵嘛 就是快速的把開始 運動式系統裡面的開始給交出來啊 那有時候呢 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不小心按到這顆按鍵 按就會跳到桌面 然後就會 舒服的遊戲體驗就會被打斷了 好這個是非常不爽的 那多了這個鎖運鍵的功能 就會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它還是非常的貼心的 好那我們再看看這個鍵盤的底部 這鍵盤底部呢 它上下左右呢 都有四個橡膠腳墊 這紫花腳墊 所以就算你不開啟腳架的話 在這個桌面上來說 一樣是非常穩固的 不會亂飄 然後這邊它 有個比較特別的設計 它有四個可調整式的 立架 上下 各的四個邊各有一個啊 那它這個特色就是 前面都有兩個可調式的這個腳架 所以就算你把鍵盤放這個桌面上來說 它正是有整個鍵盤都可以撐高作用 那搭配這個手托的話呢 其實也有個畫龍點睛的作用啊 在這個銜接的那個平滑度來說是比較自然的 那我們現在就示範怎麼樣把手托接在這個鍵盤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滑軌的部分嗎 我們就 把這個手托部分的這個卡扣這個圓點的部分呢 先滑入到這個凹槽裡面去 滑入之後就會聽到一聲卡 欸很自然的 我們就把手托固定在鍵盤上面 你看它甚至還可以做出一點幅度的調整啊 好 所以你看到我們現在把這個四個角道立起來了 它這個過渡性上面就是非常的特別啊 順便的滑順呢 就是看 非常適合手的弧度 那這樣子長時間玩能夠比較減輕玩家手掌 那個手指上面的負擔啊 當然如果你覺得太高的話 你也可以把 啊 前面兩個腳架給關掉 它就變得比較平的方式了 這個比較趴 趴式的這個打字的設定 這個動作 好 那我們講那麼多呢 我們還是進入這個LED燈光的演示吧 你先把鍵盤通電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鍵盤的電源接起來了啊 透過USB通電呢 我不是外接電源 好 看到LED燈都全亮了 這個是默認的發亮格式啊 我們先把燈光弄弄一下 好 我還是把手拖拆下來 好 手拖拆下來也是 好 直接這個從滑軌滑出來就好了 很方便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全部發亮的模式啊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可調式的LED燈快捷鍵 我們按一下 欸 是不是全部都不亮了呢 它有三段是可調整的亮度 我們先看一下 按一下 這個亮度 大家看一下 按兩下 按第三下 這是最亮的燈光 看一下要按掉 所以總共有三段啊 那其實一般使用一下我覺得 第一段就夠了 其實全開會有點傷眼 那最近還有一個話題就是 藍光傷眼的這個新聞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因為 藍光的這個波長呢 對眼睛蒼物的傷害是比較大的 所以呢 酷酷喵就挑選了這一款 紅色的LED燈光 的這個機械石鍵盤呢 它其實相對來說 比較不傷眼 但只是相對喔 所以 其實各位如果玩遊戲時間太長的話 還是稍微注意一下 也可以把背光關掉啊 比較不傷眼 好 那這個 可調式背光 而且講完了 我們就講 可自定義 那個發光區域的熱鍵啊 好 什麼叫可自定義發光區域呢 我們按一下 欸 是不是剩下我們這邊 這個數字間區的部分發亮 好 這個就是 這個可以克制你自己想要的這個發光區域啊 你可以自己挑選啊 那 那 現在我們現在只有兩個 一個是全量版本跟這個 側邊發亮的 這個數字間區發亮的 如果你想要讓 這邊全部黑的這個 一般英文字這個間區的話 發亮的話呢 我們可以按一下這個 啊 自定義按鍵 長達大概三秒鐘左右 好 它就會變成一個閃爍的狀態嘛 好 等閃爍的這個時間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鍵盤上面 你想要發光的文字按鍵上面的 你按 好 比如說我隨便打 好 我打一個 低顏色設計遊戲場用到的按鍵吧 好 現在我們 就已經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再按一下這個 自定義按鍵 大概43秒鐘 好 好 它不亮了之後呢 就變成的是 我們 剛剛選定的這幾個按鍵 好 我按其他按鍵呢 它都不會發亮 就只有我們剛剛選的幾個字 好 我們再把它按一下 是否全量的呢 這個就是 你可以在 自定義跟 全量模式下進行切換啊 你甚至如果好玩的話呢 我們再按一下這個 自定義的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就是 你按到哪就亮到哪的 雖然說這個只是 在調整時可以用的這個設定 但是也是蠻有特色的 等你打完了之後呢 你現在還可以拼成一個圖樣啊 雖然說這個 可能要花點時間了 那確實是有人做到 好 好我們再把它給 先把它按掉 那如果你想要讓 原本你選擇的發光按鍵 變成不發光的話 你就把它照順序都按掉 好 現在沒有了嗎 好 我們再按一下 OK 現在又變成是 只有這個 數字鍵去發亮 好 總共來說這個就是 它主要的這個發光功能 它可以看到呢 剛剛說到這個 宣服式按鍵設計 你看到 在LOD部分 其實它就從這個 鏤空的鍵帽底下 透出悠悠紅光啊 非常的漂亮啊 再加上這個鋁板 它的光反射 法式溫反射設計的 其實有這種擴散的感覺 好 再看一下這邊有一個 鎖運鍵 鎖運鍵 剛剛大概也有講了一下嘛 就是 怕你在遊戲裡面 按到跳的桌面這種 很尷尬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呢 沒有按的情況下 我們現在看螢幕 我按WIN鍵 它就會跳出開始的 這個快捷工具 烈 玩的遊戲裡面 跳出去 跳到這個的話 你會覺得不爽對不對 好 為了避免這種 很糟糕的情況發生 我就要把WIN鍵鎖起來 鎖起來之後呢 我們再按WIN鍵 什麼時候沒發生 所以你就 可以很放心的進行遊戲 那在你玩完遊戲之後 再把這個 鎖運鍵的功能給去除掉 就可以 很方便的再把快捷 開始快捷 藍鎂打開 好 那關於這個鍵盤的功能 說明的大概差不多到這樣子 還有其他的遊戲演示呢 我們會在下一篇視頻中 為大家介紹